接单 配货 打包 装箱 这里不是某个沿海地区的物流仓库 而是身在西北内陆的 明夏 厦门 中达电商园 高原的丰收果实 被装入包裹 插上翅膀 带着致富的希望 飞向全国 作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厦门中达电商园 通过建设电商孵化基地 开展电商青年时讯 打造东西部产业协作平台 互联网与物流 连接了林夏与外界 连通着原林人的付出 与林夏人的幸福 在这片资源匮乏 交通不便的黄土地上 什么样的产业能在这里扎根 如何开局与破题 厦门市委市政府反复研究后 决定让国企开路 由国贸控股等五家世俗企业 联合成立夏林公司 落地林夏 来自国贸的李勇 带领团队从当地传统农牧业入手 扶持牛羊养殖 发展百合 中药菜 赤松绒 高原下菜等种植产业 同时引入加工制造产业 创造性地开辟 扶贫车间模式 留守的这个妇女比较多 她不大愿意离开家门口 决定她要照顾老人 照顾孩子 我们建立了十几个这样的认证的扶贫车间 特别就实现家门口就业 征收照顾家庭两不务 政府谋划 国企铺路 这是厦门在东西部协作帮扶中的创举 如今 林夏已经拥有258家服品车间 12个协作产业员 先后有59家企业落户 服装鞋帽 户外用品 文化旅游 市政工程 农业种植等产业迅速发展 带动林夏GDP增长近三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